2008年5月12日,汶川发生8点零级大地震 这是汶川人民最灰暗最难忘的一天 正所谓一方有难八方之源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全国其他地区纷纷为汶川灾区捐款捐赠物资 在5月18日的晚上 中央台也为汶川举行了一场慈善募捐晚会 许多明星、社会名流和企业老总都出席了这场晚会 台上主持人用悲痛的语气诉说着前方灾区的现状 台下众人眼睛泛着泪花 人群中有个不起眼的胖子哭得最伤心 腿前放着一块三千万的牌子 分显然他之前已经捐了三千万 不一会儿到了明星和企业家展示捐款数额的环节 这时他悄悄地在一旁的妻子耳边轻语几句 而妻子听完也点头表示同意 最后男子跟随众人一起上台发表感言 轮到他时他缓缓地抬起头擦干眼角的泪水 斩钉接铁地说道 我愿再捐七千万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 他的一番慷慨表达 现场的气氛立刻热了起来 众人议论纷纷开始讨论此人的来历 就连电视机前的观众也好奇 这个男人究竟是什么来头 捐款数额竟然比明星和富豪还多 很快干男子的身份被曝出 他就是来自天津荣城联合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董事长张祥青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能下决心捐赠一个亿 他上台之前又在妻子耳边说了些什么呢 本期视频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张祥青 1976年7月28日夜里 河北省唐山市被一场灾难侵袭着 突如其来的7.8级大地震震醒了熟睡的人们 也一夜之间震走了24万中国人的生命 这场地震当时不仅震惊了中国 还震惊了全世界 那年张祥青只有7岁 正躺在妈妈身边熟睡 3点42分 突然大地在摇晃 人们马上意识到地震了 被窝里妈妈突然扑到我的身上保护我 张祥青回忆到 最后妈妈走了 7岁的张祥青没有哭 张祥青兄弟姐妹一共9个 当时大哥已经成家 就住在张祥青家附近 可这600米不到的距离 大哥却走了足足5个小时 大哥赶到时 看到母亲和自己一个弟弟已经没了气息 年幼的张祥青艰难地从废墟中爬出 他的父亲因为身受重伤 后来没多久也离开人世 父亲离世 让张祥青和几个哥哥姐姐一夜成了孤儿 但张祥青没有绝望 他认为是母亲为自己争取了生的机会 他要为母亲坚强地生活下去 张祥青经常说他从不把自己当孤儿 因为他觉得父母只是去了一个遥远的地方 总有一天一家人会再次相见的 也就是这个时候 年幼的张祥青心中萌生了一个伟大的想法 他长大以后 要尽自己的能力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这样才对得起自己的母亲 地震后 张祥青开始跟着大哥大嫂生活 因为哥嫂家里条件也不好 所以张祥青只能一边上学 一边捡废品补贴家用 因为年纪小 又没了父母 部分同学时不时地欺负他 还嘲笑他是孤儿 四年纪时 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孩子称他不备 向他丢了一块坚硬的泥巴 张祥青忍着痛 去想去河里洗干净 谁曾想 一只脚刚迈进去 就被河里的一个碎片划上了脚 他的脚底瞬间开了一道口子 他也因此放了七针 由于受伤位置特殊 难于一刻 张祥青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下地行走 只能被迫留级 在家休养的这一年里 他考虑了很多 他决定用自己的方式去思考问题 不再忙从 后来他回忆起这一年 笑着说 这种改变十分奇妙 往往就在那一瞬间 上完初一之后 因为家里实在太穷 张祥青被迫辍去了 此后 镇上的大街小巷里 人们总能看到一个 石皇少年每天东奔西走 默默剪着废品 只要能卖钱的 无论钱多钱少 物件大小 他都剪 每天天刚亮 他就背着麻袋出门 到了晚上卖完废品 才肯蓬头垢面地回家 镇上的大人 对张祥青很是同情 经常会主动把家中废品 亲自送到他手中 其中有一个卖冰棍的大叔 每次见到张祥青 都会喊住他 让他吃根冰棍 谢谢再见 那时的张祥青 只顾着一个劲感谢 却没想到 他和这位大叔的缘分 才刚刚开始 张祥青捡破烂的事情 很快受到了街道的关注 大家都觉得 这孩子这么一直捡垃圾 不是办法 带给他找个正式工作 很快 在街道工作人员的介绍下 张祥青来到一家炼钢厂工作 工作虽苦虽累 但张祥青从不抱怨 相反 他跟着老师傅们 认真学习 干活马力 被工人师傅们 称赞是颗炼钢的好苗子 在好的马 有马式前提的时候 张祥青工作时 不幸被飞溅的钢渣 烧上了皮肤 不偏不倚地 在眼角留下一块 明显的疤痕 18岁那年 张祥青想去参军 但眼角的疤痕陷了他 他心想 如果治好了疤 不就能去当兵了吗 他要果断自去钢厂的工作 去北京找医生 但医生也束手无策 就这样 张祥青部队没去乘 工作也丢了 张祥青又成了无业游民 但这次 命运眷顾了他一次 之前在巷子里卖冰棍的大叔 一直很欣赏张祥青 他一直在等张荣华长大 想让他做自己的女婿 在这位大叔的介绍下 张祥青和张荣华见面了 起初张荣华并没有看上张祥青 因为他眼角有疤 可张荣华的父亲却说 男人要那么好看有什么用 能干活养家就行 在孕妇的帮助下 张祥青顺利成了家 成家之后 张祥青和张荣华夫妻二人 到城里卖起了豆腐 二人起早贪黑 不怕辛苦 两人晚上回到家 张祥青累得倒头就睡 妻子张荣华则在一边数钱 21岁那年 张祥青靠卖豆腐成了万元户 因为之前在钢厂的工作经历 他开始尝试接触肺钢舍疫 每天往返多个地方 有时候回家已经是凌晨三四点了 张祥青困得倒头就睡 乡头死猪 而妻子爱干净 在张祥青睡觉时为他舒适 张祥青后来问妻子 我如果卖一辈子豆腐 你会后悔嫁给我吗 妻子笑着说 我刚认识你时 你不就是个卖豆腐的 得此嫌弃 张祥青的生意也越来越顺 29岁时 张祥青和妻子 一起开了家钢材公司 曾经的时光少年 摇身一变成了老板 2008年5月13日早晨 刚睡醒的张祥青 在卫生间写述 听到妻子说 汶川地震了 还是大地震 顿时刻意劝悟 最后 两人一直坐在电视机前 关注着前方的情况 作为经历过 唐山大地震的张祥青 触景深情 那一刻 他想起自己一步的亲人 想起了地震后 帮助过自己的人 随着前方统计伤亡人数 越来越多 张祥青终于坐不住了 他告诉妻子 立刻为灾区捐款1000万 平日里 家中的钱 一直有张荣华管理 二人生活简朴 从不舍得多花一分钱 但这次捐款 张荣华没有犹豫 他立刻联系公司财务 让财务打款 当地红十字会 听说有人要捐款1000万 也是十分震惊 因为地震发生 还没过24小时 张祥青捐完款 就去忙生意 没过两天 还在谈生意的张祥青 又给妻子去了电话 提出想再捐2000万 这一消息 在当地商人圈里 炸开了锅 因为捐款数额大 5月18日 张祥青受央视邀请 参加慈善晚会 而后就有了张祥青 要再捐7000万的举动 但是捐之前 他在妻子耳边 小声询问妻子的意见 张荣华当然懂 这次捐款对丈夫的意义 他全力支持丈夫的善举 就这样 张祥青完成了儿时的梦想 他可以骄傲的 去母亲坟前 告诉母亲自己做到了 这次捐款 让张祥青夫妻二人出了名 但这事之后 二人还是依旧 过着朴素的生活 从不借此炒作 追逐名利 只是安心做着自己的生意 2014年 张祥青因突发心脏病 永远的离开了人世 但生前个人捐款 累计高达1.5亿人民币 有的人死了 但他还活着 虽然世上在无常详情 但他的这种慈善精神 会一直传递下去 这场破口的远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